所以之前有曾經被叫招的經驗嗎? 有 三次吧 大概三、四年之間吧 被叫招了兩次 有人連續兩年都被叫招 我覺得不會不公平的 因為我是那個沒有被叫招的 我覺得我一定不會被叫招到 昨天Online登陸倒數 有個傳說說 你被叫招過一次之後就會一直被叫招 所以我有朋友去年接到 今年就接到了 那個不叫查詢人家登記 我朋友就去查人 他就去 很多人都說進去就在調查身體的感覺 一般的年輕人他們的嗜好都很多 他們時間花在打電腦或電動遊戲 很多時間都有都破壞掉 所以為了自己的國家做點犧牲 我覺得是應該的 我大約這12年的時間 我要被國家綁著 我是覺得 你要把我的時間限制可以 請你讓我這段時間過得多 進行教招議題可說是非常熱門 因為史上最硬的教招要來了 國防部明年將實施一年一訓 一試實施天的教招末世 且退伍未滿12年都有機會被叫招 這也引發許多男性朋友的討論 今天我們就實際走向街頭 來看看民眾的想法到底是如何 有三次吧 我去年就有被叫招過 那時候剛好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沒有去招 但是他說算一次 沒有 沒有 這麼幸運 因為我們在國外 三次 三次幾乎就沒有再叫了 還沒有 我哥哥有被叫招兩次過 大概三四年之間吧 被叫招了兩次 會不會擔心說之後有機會會被叫招 這一定會的啊 其實還好沒有太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沒有被叫招過 我覺得我一定不會被叫招到 此次天真的太長了 我是覺得這請讓人不方便的 發一個叫招通知給你 然後你就要進去營區裡面待著 然後你也什麼事都不能幹 你把人叫進去等於是掏錢給他 但是又浪費時間 我是覺得 人民花納稅錢繳這個很沒有什麼意思 外面感覺時間很短 但只要進去都跟是空物一樣 度日如年 因為你畢竟進去14天 你那段時間你沒有薪水 叫招會有錢 但是那錢其實根本不夠用 七天說真的 我感覺是有點短啦 既然已經要叫招了 那就把時間做好做嘛這樣子 畢竟是國民益盡的義務 一般的年輕人他們的嗜好都很多 他們時間花在打電腦啊 電動遊戲很多時間都有都匯發掉 所以為了自己的國家 做點棄生活我覺得是應該的 就四個月都當晚了 四天應該還可以啦 應該還可以 應該比較怕影響到生活 但是很多人都說進去 就在調養身體的感覺 有人連續兩年都被叫招了 但是大部分都跟我講的浪費時間 如果我進去我當然希望時間短一點 所以說如果原本是七天的話 然後變十四天我就覺得太長了 如果說是真的有在訓練的話 我覺得十四天是可以的 那像以前如果是回去三天五天 這種的話我覺得其實那反而就不要浪費那個時間 對五十二年以內都要被叫招 應該大概是在三十歲出頭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還算是非常青壯年的時候 那我覺得應該的 我大約這十二年的時間 我要被國家綁著 我是覺得你要把我的時間限制可以 請你讓我這段時間過得有意義 因為現在是四個月的軍事訓練役 他們其實沒有學到太多東西 那我覺得他們回去真的也沒有什麼作為 我有朋友有這樣講 但我想說試試看 所以查老到底沒有什麼事 他們會就是特定找同一批人 然後那一批人好像會一直去被叫招 然後那一批人以外的好像就是 如果你沒有去幹什麼傻事的話 你就不會去被叫招 對那個好像就是報名系統 就是你好像真的之後以後就都有你 但我像我現在就還沒有被叫招 因為每年點開那個查詢的那個系統 都會很擔心 會不會明年被叫招到 那個不叫查詢要登記 我朋友就去查了他就去了 我覺得到第四次大概就不會被招到了 就算給我福利我也不太會想去 我是覺得還好耶 因為畢竟我們出去 我們大概都會想要住比較好一點的民宿 或者是說你已經有自己想要去的醫院了 我關在裡面 我工作的錢可能都不只這些錢 而且去國軍英雄館 那外面工作多一點 我想住其他 比如說軍藥酒店或是住什麼更好的飯店 我幹嘛要去國軍英雄館 沒用啊 國軍英雄館 我好像在新聞廳那邊有一個 我從來就沒有進去過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會想要去那個地方